第六章炼制丹药 整整一个下午杜飞云都待在房中不曾出现 想起下午他发出惊呼时那苍白的表情 杜氏一下午都忧心忡忡 又联想到杜婉卿一下午时常秀眉紧簇发呆走神的模样 杜氏心中隐隐察觉到 这姐弟二人肯定有事瞒着他 好在晚饭时杜飞云终于从房中出来 神色如常的吃饭 而且嘴角还挂着一抹若有若无的笑意 杜氏这才放下心来 堪堪放下饭碗 杜飞云便匆匆离开饭桌 跑到院中堆放杂物的柴房中 扒拉出许多晾干的草药 耳后又抱着这些药草神神秘秘地进了房中 江门关上再也没有出来 见到这一幕杜氏也是秀眉一条 猜不透这小子在搞什么 一直心不在焉的杜婉卿 也察觉到杜飞云的异样 与杜氏两人相顾茫然 都有些摸不着头脑 静密幽暗的房中 一盏如豆油灯散发着昏黄的光芒 杜飞云正盘膝坐在床上 一手平放在腿上 一手托着悬浮在身前的九龙顶底部 在床榻的一侧 低矮的桌机上摆放着切尘末的诸多草药 此时的九龙顶 竟然比中午出现时大了接近一倍 足有一尺高 顶身上刻画的九条形态 各异栩栩如生的黑龙 也是愈发清晰灵动 杜飞云摒弃宁神的注视着九龙顶 拖在九龙顶底部的右手 正在源源不断地输送着体内的原力 他的实力只有炼体七四层 体内修炼积攒的原力也很是孱弱 化作发丝粗细的原力流往外输送 最多半个时辰便会告庆 一旦体内原力告庆 身体便会衰弱不堪 而且想要恢复也需要至少十天半月的苦修才行 身为修士 杜飞云自然知道这个道理 可是此刻他还是毫不吝啬地 将体内原力源源不断地朝着九龙顶底部输入 一切只因为他正在准备炼制丹药 是的 没错 他的确是准备炼丹 原本说来 只有实力达到新天气的修士 才能催动体内雄魂的原力涌出体外 以密法凝结成原力真火 如此一来才能炼制丹药 实力只有区区炼体七境界的杜飞云 根本没有可能炼制丹药的 因为他连原力外放都无法做到 更遑论是以密法凝聚原力真火 可是 就在今天下午 他又仔细地阅读体物纳玉简中所记载的炼药功法之后 最终敏锐地发现一个问题 如果按照猎山药点之中记载的炼药密法来尝试 他也可以运用猎山药点中的密法 将体内原力外放输出 从而达到炼制丹药的基本条件 捕捉到这一丝希望 杜飞云便大胆地进行尝试 结果自然是令人兴奋的 他发现自己真的可以将体内原力调动 通过右臂输送到九龙顶底部 那一块刻画着无数玄奥轨迹和纹路的底座上 随后 更加让他惊讶的事情发生了 他发现当自己的原力输入九龙顶底部的 巴掌大小的底座中时 九龙顶竟然产生了一丝变化 顶身上刻画的九条栩栩如生的黑龙愈发灵动 其中一条黑龙的脑袋甚至缓缓动起来 而且顶内的温度也在渐渐上升 发现这一变化之后 杜飞云顿时喜出望外 原本需要达到先天气境界才能够炼制丹药 而他只有炼体气实力 竟然也能够炼丹 他心中的兴奋可想而知 预检之中记载 修士服用丹药足以通明不老 九福者可以长生不死 虽然他暂时不敢奢望通明不老或者长生不死 但是他明白一个道理 如果能够炼制出丹药 并且服用下去 绝对能够快速提高实力 有了强大的实力 他就可以不用惧怕秦家的报复 可以保护自己和亲人 预检之中也清楚地说明 修炼之道需要循序渐进 每日苦修 呼吸吐纳汲取天地灵气锤炼自身 以此提升实力才是最为扎实稳健的 服用丹药虽然进井飞速 却会导致根基不稳 严重者会有堕入邪魔自毁修为的危害 可是杜飞云现在最迫切需要的 正是在短期内快速提高修为实力 只有拥有足够强大的实力 才能保护自己和亲人 所以当他得知自己也能够炼制丹药时 那种大喜过望的心情是何等激烈 尽管不明白为什么以他炼体气实力 也能够炼制丹药 但是他知道 这尊小鼎一定有着十分神奇特殊的功效 才能够让他以炼体气实力 完成先天气修饰才能完成的炼丹 证明了炼丹的可行性 杜飞云自然是要迫不及待地实验一番 他现在迫切地需要尝试炼制一枚丹药出来 服用过后提升实力 才有可能在秦家不久之后的报复中存活 而后 杜飞云又细细翻阅一番猎山药点 想要找出一种适合自己炼制与服用的丹药 能够炼制丹药的 无不都是先天气境界以上的修饰 炼制出来的丹药 也都是给强大修饰服用的 至于炼体气和炼气气修饰 大概还没有资格服用那些灵丹妙药 通常炼体气和炼气气修饰 想要快速提升实力 都会选择服用大补的药物或者天才地宝 终于让他在千百种丹方里找出一种适合自己服用的丹药 脱胎换骨丹 这是猎山药点中数以万极丹方里记载的最为低级的一种丹药 适合所有先天气境界以下的修饰服用 甚至连未曾踏足修炼之道的凡人 也能够服用而不予有害 丹药的药效正如其名 无论是修饰还是普通人服下这种脱胎换骨丹之后 都会很快被药效洗刷经脉 强韧筋骨 锤炼筋膜与骨髓 服用之后 无法修炼的人可以被改造拓宽经脉 从此能够踏入修炼之道 已经修炼的修饰 可以使其筋骨与经脉更加坚韧 实力进展更加快速 事实上 那猎山药点中也记载着许多神奇珍贵的丹方 炼制丹药服用之后功力暴涨 短期内便会及大地提升实力境界 可是 那些丹方无一例外 都是无比强大的修饰们才有资格炼制和服用的 以杜飞云现在的实力境界 根本不敢奢望 正是如此 挑来选去也只有这种脱胎换骨丹最适合他 随着他持续朝着九龙顶内输入原力 顶中的温度已经上升到一个合适的程度 他知道现在是时候开始炼丹了 他右手继续纹丝不动地贴着小顶底部 朝其中输入原力 左手快速地揭开九龙顶那八角形的顶盖 一股灼热却不焦躁的气息自顶中升腾起来 尽管这是他第一次尝试炼制丹药 可是心中早已将《猎山药典》中记载的那一段炼药秘法铭记于心 一边没送那炼药秘法 他一边认真的执行其中每一个步骤 他的左手闪电般伸出 很快便将摆放在桌机上的那些草药末一一放入顶中 先后顺序丝毫不差 金线菇一钱 七色花两钱 银月果一钱 午夜昌浦一钱 末送着丹方中记载的草药分量和先后顺序 杜飞云很快便将炼制脱胎换骨丹的所有材料放入其中 随后将顶盖合上 继续朝着小顶中输送原力 第七章脱胎换骨 时间悄然流逝 杜飞云一直都紧张地关注着小顶内的一切 心中不断揣测能否炼制成功的同时 丝毫不敢放松原力输入 一刻钟时间很快过去 杜飞云体内那原本就很孱弱的原力很快告情 输出的原力越来越微弱 渐渐便不足发丝粗细 糟糕 难道第一次炼药便要失败吗 杜飞云的脸色有些难看 毕竟 这些材料他可是仔细翻找半天才凑齐的 若是炼制失败的话 就很难再凑齐 况且这些药草有几种很少见 即便去狼石山中采集 也不可能在短期内便寻到 去镇上药材铺子里买的话 也要花费好几两银子 事实上 杜飞云所不知道的是 在这世上 炼药师十分稀少 而且 即便是一个合格的炼药师 炼药的失败几率也会很高 炼药十次之中 基本上有七八次都会失败 只有两三次能够成功 既然原力匮乏 那我便一边修炼 汲取灵气转化原力 一边炼药 心中一动 杜飞云陡然鬼使神差地冒出这个想法来 想到就做 他一边闭目凝神进入修炼状态 一边继续朝小鼎内输送原力 这种想法 不可谓不大胆 换作是任何一个有经验的修士 都绝对不敢轻易做此尝试 这一心二用的下场 不是原力紊乱 导致经脉受损 便是震伤五脏六腑 身受重创 端得是凶险无比 也只有杜飞云这等 无知无畏的低阶修士 才会突发奇想 做出这等举动 好在杜飞云两世为人 心智坚毅强韧 虽然一心二用 却勉强能够保持灵台清明 不曾产生混乱 而且 渐渐地他发现一个问题 这九龙顶似乎自身 便蕴藏着无穷无尽的元气 能够通过某些特殊的方式 凝聚成为原力真火 而它输出的原力 实际上只是起到 操纵和引导的作用 并非真正的凝聚成原力真火 是以消耗并不巨大 诚然 以杜飞云区区炼体七的实力 即便是毕生原力全部涌出 也绝对达不到 凝结原力真火的程度 这九龙顶内的原力真火 实则是九龙顶自身吸纳的原力凝聚而成 杜飞云只需以微弱原力 进行引导和操纵便可 正是如此 才让杜飞云以区区炼体七实力 也能炼制丹药 而且一心二用 一边修炼 一边炼药 也没有发生意外 一切 在归功于九龙顶功效神奇强大的同时 也只能说杜飞云的运气着实不错 又是半刻钟过去 那顶盖上的一个圆形小孔中 飘出一抹清新淡雅的香气 顶身上的一条黑龙 疏得轻轻摇晃一下脑袋 杜飞云这才从修炼之中醒来 暗松一口气 按照猎山要点之中记载 出现这等景象 便是预示着丹药即将炼制成功 树西之后 杜飞云嘴角露出一丝笑意 平稳地收回 一直拖着九龙顶底部的右手 口中吐出一口浊气 这便伸手打开顶盖 俯身望去 直见那有黑的九龙顶内 正有一颗花生米大小的碧绿色丹药 静静躺在其中 阵阵浓郁的生机和原力气息 鸟鸟生腾 面带欣喜的杜飞云 连忙将丹药自顶内取出 捧在手心中细细地打量 满脸欣慰地观察着 自己初始伸手炼制出来的丹药 手捧着略显沉淀的丹药 嗅着其散发出的鸟鸟 清香与原力气息 杜飞云的嘴角勾起一抹上扬的弧度 脸色甚是欣慰 这颗脱胎换骨丹 便是他快速提升实力的保证 也是他应对未来危机的筹码 手捧着脱胎换骨丹 杜飞云忽然想起 按照猎山要点之中的记载 丹药的品质也是有高低之分的 如同修饰境界的划分 也是分为一至九品 比如 炼体漆修饰 以炼体漆一层实力最弱 炼体漆九层实力最强 而丹药亦是如此 其中以一品丹药品质最普通 九品丹药品质最完美 在修饰界中 大多数炼药师一般炼制出来的丹药 只是一些一品至三品的丹药罢了 能够达到四品的品质便已是上加 若是侥幸炼制出五品六品丹药 那便已是明动一方的炼药圣手 至于那七品到九品的完美品质丹药 大概只存于传说之中 寻常修饰终极一生也无缘得见 这些都是杜飞云在猎山药点之中看到的 而且他还特意查看了一番 验明丹药品质的方法 较为简单的方法 便是观其色泽 闻其清香 使其纹路 估其分量 当然 这只是最简单的手法罢了 其中还有许多更加高深的辨别高级丹药的方式 譬如以原神查探 以纯阳水查探 以虚空杀侦测等等旋起手段 却不是现在的他能够弄懂的 按照猎山药点中的记载 杜飞云仔细地查探这颗脱胎换骨丹的云文 色泽又仔细品鉴其清香与分量 最终得出结论 自己炼制的这枚丹药 至少也是三品丹药 当然 还有可能是四品丹药 这是因为杜飞云自己摸索其中门道 无高人相受 也无经验可辅佐 所以只能得出这么一个模糊的结论 可是 饶是如此 他还是激动不已 第一次尝试便成功炼制出丹药 已经足够振奋人心 更何况 还是一颗品质不错的三品丹药 须知 绝大多数炼药老手 炼制出来的也都是一品二品丹药罢了 抛却心中诸多杂念 心神渐渐沉浸之后 杜飞云开始摒弃宁神 准备服用丹药来修炼 他深呼吸一口气 将心绪调整好 便拿起脱胎换骨丹送入口中 丹药府移入口 玉水急化 一股清香微色的滋味在口中弥漫 唇齿间尽是青涩微干的腹育之气 他喉头吞咽一下 丹药便进入腹中 随后 他紧闭双眸 摆出五心向天的姿势 保持灵台清明 开始消融吸收丹药之中的药力 半个时辰之后 脱胎换骨丹的药力 便在腹内渐渐散开 一股如春水般的暖流 悄然涌向四肢百孩 这脱胎换骨丹的药力并不猛烈 也不炽热 如同春风化雨一般 悄然融入它的经脉与筋骨之中 脱胎换骨丹 其主要作用便是梳理经脉 拓宽经脉的容量 重塑经脉与骨骼的强韧程度 往往都需要十天半月 才能被完全消化吸收 不过 丹药的药力被吸收的速度快慢 也是跟丹药品质有直接关系的 品质越高 药力融化与吸收的速度便越快 药效也更加精粹凝练 吸收过程中被浪费的药力也就越少 杜菲云服用的这颗脱胎换骨丹 虽然算不得品质上加 却也并非反品 药效比之普通丹药强了至少三成 此时 它只觉得体内充益着温润的原力流 四肢百骸如浸泡温泉一般舒畅 丹田处的原力种子也在悄然间壮大 趁着体内药力自动顺着原力在丹田与经脉之间游走的同时 杜菲云也趁机查看一下自身的经脉情况 虽然练体器修饰还无法做到内饰 不能以心神看到体内经脉的景象 不过借助于那温润的药力 它还是可以模糊感应到体内的状况 第八章行云流水 想要查探自身经脉的状况 便要从丹田至十二大主脉全部梳理一遍 才能搞清楚 杜菲云念动心神 欲使着丹田内原力种子涌出一丝微弱的原力 顺着少阳脉缓缓游走 向着其他十一大主脉流去 虽然杜菲云自身资质平庸 根骨平平无奇 可是胜在根基扎实 原力的凝聚程度极高 这与他八岁起便在母亲度士的督促下苦修 是有莫大关系的 至今六年中 虽然静静缓慢 却胜在基础牢固 每个修士 在丹田处都有一颗原力种子 那便是存储体内原力的所在 无论是白石镇 亦或是千江城 更甚至是整个清源国 绝大多数修士 都是在八岁开始习练武技 淬炼身体 锤炼骨骼与经脉的柔韧度 接着 在身体具备一定根基之后 资质平庸无奇的人 可以在十岁左右服用一种 以百年老身和数十年分 扶灵煎熬的补药 进而吸收其中先天元气 在丹田内凝聚成原力种子 就此成为一名炼体漆修士 有的修士 却无需服用这种珍贵的补药 他们会在八岁以后 体内自动萌生出原力种子 成为炼体漆修士 这种修士 一般都是资质上加的 还有一种修士 他们无需服用补药 体内也会自动生出原力种子 但是 他们却是在八岁之前 丹田内便会自动生出原力种子 更有甚者 一出生便天生携带着新天元气 体内便有原力种子 这种修士 正是修士中的天才 拥有着常人难以企及的修炼天赋 而杜飞云显然不是什么天才 甚至连资质上加都称不上 他只是一个在十岁时服用补药 勉强生出原力种子的平庸修士罢了 他知道 十岁那年 母亲便卖了所有的首饰 甚至连一直贴身珍藏的一块紫色环配都典荡出去 最后才终于凑齐五十两银子 为他买来补药服用 使他成为一名修士 而且因为家境寒微 也没有银子去购买各种补药与密法 帮助他加快修炼 所以他的修炼之路才会如此艰难 是已这么多年来 杜飞云从未懈怠 一直都在发奋苦修 也正是因为如此 才使得他打下坚实的基础 奈何 他的资质实在平凡 当他查探了一番十二主脉的情况之后 这才知道自己体内经脉的确是普通至极 体内十二大经脉不但多处欲解不通 而且还有柔弱稚嫩 显然未经塑造与锤炼 不够强韧 前世庸庸碌碌 混迹人潮 来到这个世界上 命运有所转机 却依然难逃平庸资质 视为悲剧 不过 他有理由相信 服用过脱胎换骨丹之后 这一窘状便会慢慢改善 那散发到四肢百孩的药力 定然会帮他拓宽塑和锤炼经脉 使他的筋骨与经脉更加坚韧 虽然自身资质平庸 但是杜飞云相信 有了九龙顶和猎山药点这等神奇宝物 他一定会很快改善窘状 实力也定然会有飞跃性的提升 此时 已然是二更天 角角明月悬于高田 白石阵中静密而甜淡 所有人都已进入梦乡 而杜飞云却是心绪波动 无法入睡 今天接二连三发生的怪事 打破了他原本平静苦涩的生活 为他带来劫难的同时 也给他带来了转折 身怀如此重宝 他有理由相信 他能够凭借自己的双手 去将梦想和愿望一一实现 而且就在不久之后 心中豪情澎湃的杜飞云 许久才平静下来 随后也不曾睡去 再次凝神进入修炼状态 当他引导体内原力在丹田与经脉内运转八大周天之后 才感觉体内那温润的药力终于淡去 似乎已经被四肢百害吸收 收工完毕 扭头望向窗外时 却发现此时已是浮小时分 窗外的天际已经露出一丝鱼肚白 窝窝的雄鸡正在此起彼伏地打鸣 迅速起床梳洗一番 杜飞云便来到小院中准备修炼武技 原本寻常时候 他会先练习战装半个时辰 然后再打一套拳法 可是今天他却改变主意了 尽管实力低微 但是他明白空有一身原力 没有高明的武技 仍旧是无用武之地 意见莽夫罢了 所以 昨夜他在那预检之中 仔细挑选斟酌了一番 选择了两门适合自己 目前境界修炼的武技 预检之中的内容 大致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也是篇幅最多的 便是那记载炼药单方 与经验心得的猎山要点 第二部分 则是那预检原主人撰写的 一些奇闻异式与游历杂技 名为猎山游记 其中记载着诸多玄奇莫测的 故事传说与名山大则 第三部分 也是篇幅最少的 名为猎山秘法 记载着百般玄公秘法 每一套都是晦涩难懂 玄傲莫测 杜飞云翻越片刻 却始终看不懂其中意境 强撑着看下去 后来竟然出现鬼魅幻象 脑海如针刺般疼痛 他知晓这是堕入邪魔的征兆 只好放弃继续翻越 找来找去 最终他也只找到一套 勉强适合自己修炼的功法 名为行游八法 之所以说是勉强适合他修炼 是因为这套功法共有八部 从最初级的第一步 到最深奥的第八部 适合练体期到先天期的修饰修炼 据那猎山秘法之中的描述 这套行游八法乃是一种强健体魄 与神魂的功法 是猎山秘法之中最为简单 同时也最为根基的一部功法 按照猎山秘法之中的说法 只要以这套行游八法作为根基修炼 便能将基础打得极为牢固 修炼更加高深的功法时 才能轻松容易 行游八法的每一步 都有着一个好听且极富意境的名字 第一步名为行云流水 乃是一套步法和长法 步法为之行云步 长法为之流水长 步法长法相辅相成 正其相合 渐渐明朗的小院中 杜飞云平身双掌侧旋于腰间 肃立原地 心中没诵着行云流水的口诀 当他摒弃宁神地没诵思量 那行云流水的口诀时 脑海中便如身临奇境般 真切地看到自己的身影 踏着灵动飘逸的步伐 打出圆润自如的霍霍掌影 虽然心中惊疑这以前修炼从未出现的奇异景象 不过见怪不怪的杜飞云便将之归功于那神奇的预见 下意识地便闭着双眼 凭着感觉 模仿着脑海里的画面开始动作 安静的小院中陡然掀起一阵微风 杜飞云的身影在小院中飘逸游走 双掌犹如穿花蝴蝶一般划过诸多残影 自有一番灵动的气势 初时感觉还有些声色 许多看上去飘逸而凌厉的动作 根本不是他这个未经锤炼的小修饰能够完成的 是以感觉有些别角 而且往往长发不同与步伐协调 看上去有些不伦不类 不过当虚日渐渐升起一个时辰过去之后 一心跟着感觉走细细体悟脑海中画面的杜飞云 动作与步伐也渐区协调 这套步伐和掌法也渐渐熟练起来 金黄色的朝阳下杜飞云双脚脉动闪现 踏着蕴含某种奇妙规律的步子 双掌犹如流水落花一般飘忽 在小院中带起一道道残影 虽然有些地方步伐与掌法还是不够协调自然 动作还有些声色僵硬 不过那飘逸灵动的气势却极是赏心悦目 杜氏不知何时梳洗坝出现在门前 正拄着拐杖已在门框 望着院中沉浸于状态的杜飞云 苍白的脸上满是欣慰 尽管儿子资质平平 可是修炼极其刻苦 从不曾有一丝懈怠 由此如此 如何能不欣慰 杜氏带着满足与微笑 望着院中杜飞云的身影 双眼渐渐模糊 思绪渐渐飘飞 恍然间 他似乎又看到当年那道白衣飘飘 衣衫似雪的身影 第九章进境飞速 将这套行云流水功法 从头到尾练习四遍 已经是两个时辰过去 杜飞云沉浸于那种玄妙状态之中 甚至忘记吃早饭 当他终于打完收工 立定原地 缓缓吐出一口浊气之后 扭头便看到杜氏正已在门边 神情恍惚 不知在想着什么心事 娘 您先吃早饭吧 不要等我啊 杜飞云的话音将杜氏惊醒 他煮着拐杖走到院中 杜飞云连忙搀扶着他 来到石桌前坐下 这明显不是我教你的柳氏功法 你告诉娘 这是从哪学来的 杜氏一手煮着拐杖 一手拉着杜飞云的手 眼中带着一抹疑问 听到杜氏话语之中的柳氏功法 杜飞云的眼神明显暗淡许多 他扭过头去掩饰那逐渐变冷的眼神 顿了顿 这才回过头来 笑着对母亲杜氏说道 娘 昨天我梦见一个白胡子老爷爷 这些步法和长法都是他教给我的 此话一真一假 只有杜飞云才明白其中原委 可是听在杜氏耳中 却显然是骗人的鬼话 不过杜氏却并未生气 轻笑一声 伸出手指轻点杜飞云的额头 称笑一声道 哎 我儿飞云竟然也拿这种鬼话来 匡骗维娘 飞云 维娘知道你长大了 也有自己的秘密了 或许你是要遵守使命 却也不至于连维娘也要瞒着吧 哎 好吧 如果你真不想说 那维娘也就不勉强你 显然 杜氏误以为他暗地里拜师学义了 不过 既然这件事解释不清 杜飞云便索性不去解释 反正他知道 以后或许会有更多的事情需要解释 既然母亲误以为他拜师学义了 那也正好免去许多口舌 十日时间 悄然划过 这十天时间里 杜飞云仍是一如既往的 每天早晨拂晓便起床 练习两遍行云流水功法之后 便去狼石山中采药 辛苦劳了一天 晚上回到家中 用过晚饭之后 他却不曾休息 开始凝神修炼 直至次日拂晓 周而复始 出了秦首义那档子事之后 不知是心中抵触 还是因为山中草药渐少 杜飞云也不曾再去过白石峰 转而觅了一处人际罕至的山峰 每日里收获颇丰 采药是家中现如今最大的经济来源 所以杜飞云仍旧不能放弃 他最近在猎山药点之中 翻找出另外一种单方 炼制出来之后 能够集大地提升实力 更重要的是 这种单药练体器的修饰 便可以勉强服用 所以 他也需要去采集药草 收集单方中需要的材料 这段时间里 杜飞云总是红光满面 气色较之从前好上许多 精气神更是饱满充盈 一切只因为 这十天时间里 脱胎换骨丹的药效 已经渐渐融合吸收完毕 他的身体素质 无论是经脉还是筋骨 都极大程度地增强了 最让他惊喜的是 他的实力也在这段时间中 静静飞速 短短十天便连跃两层 达到炼体器六层的境界 之前杜飞云 只是见预检之中描绘的丹药 是如何神奇 如何强大 自此 他才真正亲眼见识 丹药的不凡功效 他已停留在炼体器四层 足有两年 服用过脱胎换骨丹之后 却是一举突破到五层 就在昨天又再次 进阶到六层境界 区区一颗丹药 便免去他两三年的苦修 使得他直接从炼体器四层 提升到六层境界 这是何等强大 何等惊人 他毫不怀疑 若是让白石镇三大家族的修士 知晓这件事 肯定会为之而疯狂 一颗丹药便能免去数年苦修 使人提升两层功力 这等功效 着实称得上逆天 他相信 若是三大家族的修士 知晓他拥有这等宝物 肯定会蜂拥而至 用尽手段将他的宝物 据为己有 甚至他自身都会有生命危险 不过 他是绝对不会对别人 透露任何消息的 这件事 除了他自己 绝对不可能让其他人知晓 怀必其罪这个道理 他还是懂的 杜飞云的飞速进展 杜氏都看在眼中 心中自然是惊喜而又欣慰 一直静静缓慢的儿子 终于守得云开剑月明 败入神秘高人门下 习的神秘功法 实力更是进展神速 他怎能不惊喜 只不过 虽然有振奋人心的好消息 却也有令人担忧的坏消息 秦家二少爷 秦首义不知所踪的消息 不静而走 不一日便传遍整个白石镇 也传入杜飞云的耳中 白石镇只有方圆十里大小 镇中只有数千口人 平日里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 都会串得沸沸扬扬 更遑论是 秦家二少爷失踪 这等重磅新闻 自然是妇孺皆知 这个欺男霸女无恶不作的二世祖 不知所踪 活不见人 死不见尸 自然有不少曾遭欺压的百姓 暗地里拍手称快 但是 更多的人却是在揣测着 身为白石镇一方霸主的 秦家家主秦万年 不知又会倾泻出 怎样的滔天怒火 秦家上下人丁数百 自然是人多是重 很快便在坊间巷里展开调查问询 不知怎低 矛头便渐渐地对准到杜婉清的身上 据说 事发当日有人在白石镇看到秦首义 这厮正午时分在街头晃悠 随后神色鬼祟地跟踪杜婉清出了白石镇 一路向东南方的狼石山行去 此消息一经传出 白石镇诸多居民顿时心中怯笑不已 那秦首义贪财好色的秉性众所周知 而且这厮垂涎杜婉清的美色 也不是一年两年 杜婉清虽然家境寒威 平日里还要操持家务 甚至有时也会上山采药 所以穿着打扮很是朴素 从不失粉带 可是 即便是寒酸的衣着 不找粉饰还配的她 依然是天生丽质 比起镇中的许多富家小姐 都要明媚亮丽三分 只不过 白石镇中谁人不知 这个娇若少女乃是一个扫把星 还在强宝之中时 来到白石镇便客死了其父亲 后来被柳瑶收留 更是让柳瑶身染恶疾 十几年来愈发严重不见好转 十三岁时此女便已生得貌美如花 镇中柳家的一个远房少爷得见芳荣 顿时色心大赤 异欲欺舞她时 却莫名其妙地死在花圃中 自那以后 镇中诸人见到杜婉清便会绕道而行 无人敢于接近 秦家二少爷秦首义 竟然如此色胆包天 不顾死活地想要欺舞杜婉清 如今也无巧不巧地遭到报应 一时间 台石镇居民在幸灾乐祸于秦首义 自寻死路的同时 也对杜婉清更加浸若寒蝉 更使得她被披上一层神秘而恐怖的面纱 当秦家管事秦二带着十几个家丁登门来访时 杜飞云便感到不妙 心中也有些坠坠 甚至妍妍有些后悔自己没有带着母亲和姐姐逃离白石镇 她在心中暗暗自责 自己终究还是大意了 即便她拥有九龙顶和猎山要点这等重宝 自身更是达到炼体七六层的境界 在秦家的偌大威师面前 却依然如同唐辞碗般脆弱 毕竟已知的秦家高手中 除了家主秦万年还有一位天才少年 都已经达到炼体七的境界 炼体七境界的修饰更是多达二十多个 秦家若是异于灭杀杜飞云 实在是易如反掌 不费吹灰之力 心中忐忑不安片刻 杜飞云最终还是决定出面应对 她敏锐地察觉到 来者既然是秦家管事秦二 而不是一向以脾气火爆著称的秦万年 那就代表着秦家还没能找到 她杀死秦首义的证据 否则的话 秦万年又怎会忍得住 肯定会亲自前来首任仇人 为儿子报仇的 想通这些 杜飞云索性装出一副略显惶恐 且茫然无知的模样 对秦二的历生责问 一问三不知 虽然惹得秦二恼怒不已 却最终没有招来获释 秦二左右问不出个所以然 又涉于杜婉卿的恐怖名声 不愿与之接触和当面对峙 最终只得带着家丁幸幸离去 当然 临走时 秦二也不忘故作凶狠地 教训杜飞云一番 并声称这件事 秦家绝不会善罢甘休 倘若半月之内 还是无法寻到二少爷秦首义的踪影 届时便会直接捉拿杜婉卿问罪 见到秦二终于离去 知晓秦家暂时只是怀疑 还没有证据证明秦首义是被他所杀 杜飞云心中暗松一口气 那悬崖高约百丈 秦首义摔下去肯定也是要粉身碎骨的 没准早已被乙虫猛兽 啃视得连渣子都不剩 或许秦家永远也无法找到秦首义的尸骨 心中作此猜想 可是杜飞云却不敢掉以轻心 把希望寄托于那虚无缥缈的事情上 还是没有自己尽快提升实力来的安心 况且半月之后如果秦家仍旧一无所获 没准那脾性蛮横霸道的秦万年 真的会将怒火倾泻在杜万卿身上 想到这里杜飞云暗暗下定决心 一定要尽快将那新发现的少阳丹给炼制出来 只有实力精进之后 才能够应对任何突如其来的危险 第十章张榜求要 自从获得预检之后 杜飞云每天都会抽出时间来 很认真的翻阅体悟其中的内容 无论是猎山要点还是猎山秘法 亦或是猎山游记都会去仔细地查看 如此一来 不仅可以体悟秘法之中的意境 还能领悟研究单方以及经验心得 更能够阅读一下游记以增长见闻 尽管那些游记见闻在他看来 太过于匪夷所思和夸张 他一直都是当神话在看 幸运的是 他终于在猎山要点找到一种 勉强适合现阶段炼制服用的单方 就是那少阳丹 之所以说是勉强适合 是因为这种少阳丹 乃是给先天期境界的修饰服用的 其中 先天期修饰服用此丹要受益最大 炼起期修饰服用的话 有些浪费其中要力 而且还有些微凶险 至于炼体期修饰能否服用 其中只有一个字 微 意思很明显 炼体期修饰若是强行服用这少阳丹 肯定会有难以预测的凶险 杜飞云自然明白其中的意思 可是 找来找去 除了脱胎换骨丹 他也只能找到这一种丹药最为低级 其他的一些丹药 最差也要先天期修饰才能服用 只是 现在的他亟待提升实力 不论是为了改善家境 为母亲治病也好 或者防范勤家报复 总之他必须要尽快提升实力修为 而提升修为最为快捷的方法 便是服用丹药 目前知晓的唯一可以炼制的丹药 也只有少阳丹 脱胎换骨丹倒是还能炼制 也可以服用 只不过 猎山药典上明确记载着 一生只能服用一枚 多服无用 炼体期修饰服用少阳丹的下场 猎山药典中若是批注的是一个死字 或许他就会绝了念头 可是批注着一个V字 他权衡再三决定还是尝试一番 富贵显中求 机遇总是与危险并存 不去尝试 不经历危险 又怎会有巨大回报 心中打定逐一炼制少阳丹 杜飞云便开始紧锣密鼓地 搜集采摘所需的药草 这些十日里 他已经搜集了足足十六种草药 很多都是比较真心难寻的草药 但是他还是历经艰辛找到了 只不过 最后那两位主料 他却无法寻到 颇为束手无策 因为那两位主料 赫然是百年份的老身一支 百年份以上的灵芝一份 这两种药草 已经足以归于天才地宝之列 乃是修士们争抢的珍贵宝物 在白石镇中 姓灵格的药铺里 有卖这两种药草的 只不过那高达百两白银的价格 实在令人责舍 即便是富裕如三大家族 也只会给精英弟子或者重要人物 花重金购买此等宝物 以杜飞云的财力 算了吧 即便不吃不喝不花笑 他也要风雨无阻 艰辛采药三年 才能攒够购买一支百年老身的银子 想要凑齐这两份材料 至少需要六年辛劳 在姓灵格中逛了一圈 看到那高昂的天价之后 杜飞云唯有无奈苦笑地走出铺子 心中暗暗盘算着 要怎样才能凑到两百两白银 杜飞云一边想着心事 一边沿着青石板街道向家中走去 浑然不顾周围行人的目光 以及嘈杂的人生 自幼时他便生活在众人的冷眼与鄙夷中 一生生杂种 一道道窃窃私语和指指点点 早已让他学会淡然处之 从最初的愤怒到疑惑到心酸到怨恨 到最后的淡漠与吴氏 他已经学会 吴氏那些他不在乎的人 只在乎自己在乎的人 只不过行尽少请 他却发现今日似乎有些不同 周围的人似乎都在朝一个方向涌去 而且还在彼此交头接耳 在街道的尽头拐弯处 青涩砖石累救的墙壁旁 正聚集着数十人 正在那里讨论着什么 杜飞云本不爱凑热闹 也懒得去理会那些毫不相干的琐事 只不过 今天的他因为两位材料的事情有些沮丧 竟然鬼使神差的也来到街道尽头 向着那青石墙壁上张望 周围的人仿佛不曾察觉到杜飞云的到来 没有丝毫一样 仍旧在激烈讨论着 杜飞云的目光穿过攒动的人头 落在墙壁上张贴的那茶色宣纸上 重金求要 宣纸上打头的四个浓墨大字 映入杜飞云的眼中 他的眉头微微促起 顿时产生一丝兴趣 接着向下望去 整张宣纸上笔墨不多 只有寥寥数行字清晰入目 但是 每个字的笔墨都极浓重 笔锋极其沉重灵力 迫切与郑重的气息油然而生 内容很简单 三大家族之一的柳家刘老太君身患怪病 命在旦夕便寻名医而不得 就连玉满千江城的薛神医都束手无策 事已 身为人子的柳家家主柳向天未尽孝心 特颁此求要榜 声明但凡治愈老太君者 白两黄金答谢之 白两黄金那便是千两白银 即便以柳家偌大的家事 一下子拿出千两白银 想必也很是肉痛 正如此 也可见柳家老太君所患怪病的确严重 非等闲郎中能够解决 连杏林圣手薛神医都无束手无策 看样子 这柳家老太君真的是病入膏肓 要时无一 一看到是关于柳家的事情 杜飞云下意识地便是目光转寒 抑郁转身离去 可是 耳边捕捉到旁人的纷纷议论声 却又情不自禁地停下脚步 昨天听小翠回来说 他在刘府里服侍老太君的时候 看到老太君浑身长满脓包 全身红肿好像蒸熟的虾米一样 整个人都面目全非了 哎呀 真是太可怜了 那刘老太君得遭多大罪啊 是啊 想想刘老太君是多么贤良的一个妇人 咱白石镇有几家穷人 没受过他的恩惠救济 这么好一个老人家 现在却得了这种怪病 真是老天不开眼啊 是啊 是啊 周围一片复合声 这时某个瘦削的头戴轻帽的年轻男子摇晃着手中折扇 贼眉鼠眼的望望四周 对众人做了个晋升手势 耳后压低声音道 嘘 安静安静 这年轻男子生得张眉鼠目 偏偏有一张扁阔大嘴 伸出手指做晋升的模样十分滑稽 顿时惹来众人轻笑 都是白石镇的街坊邻居 大家都知道 这个李大嘴又要跟大家透露些小道消息了 果不其然 只见那李大嘴望望四周 耳后压低声音对众人说道 你们不知道吧 听刘府内的人说啊 刘老太君也是前天才突然患上这种怪病的 据说 那天晚上柳家大夫人给老太君亲手炖了牛肚汤 老太君喝了之后 半夜三更时便突然发病 第二天变成了那模样 真是惨不忍睹啊 啊 陡然听闻这等消息 周围众人顿时惊呼出口 面色表情各异 其中意思不言而喻 众人一时都有些坚默 心中揣测着其真实性 唯有一心直口快的妇人不可知信地惊呼道 可是柳家大夫人不是秦家的二小姐吗 就算秦家和柳家不和 儿媳也不可能下毒害婆婆吧 此人已出 周围众人顿时勃然变色 很多事情 大家心里明白是一回事 当众说出来又是另外一回事 柳家与秦家这等大家族在白石镇全是极大 这妇人当众说出这番话 显然是犯了忌讳 无论有心无心都难免遭受两家的惩处 那妇人显然也意识到自己心直口快 却犯下这等忌讳 顿时面色惨白 慌慌忙忙地离开原地 跑回家中躲避去了 围在一旁的众人也是面色各异 耳厚都静若寒蝉地快步离去 众人进阶散去 杜飞云自然也一同离开 向着家中走去 只不过一边走着 他的口中还喃喃自语道 牛肉 生满浓包 通体赤红 念及至此 杜飞云的脑海里忽然想到前几日 在猎山游记中看到的几则奇闻意识 其中便由一起意识是因为食用牛肉之后 而莫名其妙伸染怪病 最终暴毙身亡的 想到这里 杜飞云紧簇的眉头渐渐舒展开来 心中隐隐生出一丝猜想 那刘老太君 是否也可能跟那人的遭遇一样